我們公司Auto自殺提供一個非常方便的 汽車二手車車價的查詢網站 搜尋AUTO SPAR 你選中古車線上估價 裡面有16種長拍 160個車型 5000多筆資料 便宜的資料 我們免費到補估價 實際最真實的狀況 還是要看你的車況真真簡簡 問你的現況 給一個精準的收購價格 馬上匯款 馬上現金 而且車子買回來 是直接過戶 給你一個透明安心的中午車收購服務 大家好我們是捷運汽車 今天我們要去紅樹林收一台 Volkswagen T6 這近幾年其實露營車是 不要說露營車 露營這種去郊外這種紮營 或者是這種各式的郊外活動 其實非常流行 其實我們知道 在以前露營車就只有一個選擇 就是 Volkswagen 其實露營車有很多很多的等級 那我們今天要收這台是 2020年式的 Ocean 它是4WD的 現在的 Ocean好像沒有4WD 價錢變得比較便宜 那時候當初要320 現在只要280幾 不過這配備一定不一樣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這個實際收購的過程 我自己不是有改一台露營車嗎 那個就是什麼 P5再加一些台子的裝備 那真正的得志它的設計 等一下我們來體驗一下到底是什麼樣子 你這個車為什麼不開了 我生病了 OK 了解身體上有點落差就對了 還沒啦 喔 OK 所以我後來這一年多 幾乎沒什麼用 可以把它開出來 到外面這樣會比較清楚 開出來是不是 這邊是不是 好 你開出來比較好看 你還裝了一個滅火器喔 沒有啊 這種車輛每年要驗車 然後它會檢查你沒有火器啊 喔真的喔 因為我說真的這個也是我們第一次買 因為這個 基本上賣的也少 我看你的AUTO STAR有啊 你有賣過啊 那個是改裝的 我沒有 我沒有買過這個 純德國進來的 如果是一般改裝他就不需要 符合這個法規 因為我 上班族結束 然後 我在北投 開了一家 電視電動玩樂 你以為我玩電動 讓你的年紀跟我第一代的共產 年紀一模一樣 喔74年次 所以你一定是從小 就是玩任天堂 Gameboy PS7 PS2 對啊 4G車 鋼帶 VB戰士 我去玩卡 卡我沒有玩過 其他的我都有 車就有點過 就那個年代 小男生嘛 就 也就有這些東西可以玩嘛 這個當初發票價多少錢 那時候 2019的時候買 258 258 OK 現在今年2023代又長大283 OK 它跟Ocean差在哪裡 就是 Ocean這個是電筒 OK 然後地板是用 它鋪好了 這個是我自己貼的 OK 保險證 好 這個是試船還是 那個前船的 我跟你再說 好啊 你教我一下 這個是前 前面兩個車窗 那個醉樣棉 是 它這個後面它都有這個 是 很方便 是 它用瓦斯啊 本來它有一個 歐規的瓦斯鋼瓶 那很貴對不對 那很貴也不好取得 所以台灣他們都去買那個高山的 那這轉接的我都已經 都已經弄好了 OK 這一個管是什麼 洗澡的 給你沖腳 沖腳 啊你假如要洗可以 外接一個熱水排 你也可以 就後面一個那個 帳篷洗澡的帳篷嘛 對啊還是出去走一走 我媽媽也癌症也是 三期四期 我四期生五年多了 我這邊已經 變小是不是 就是塌陷 原廠付的街頭 但原廠沒辦法用對不對 台灣的露營區也都是110的 對啊 OK的 示範比較快 好 我以為你有買過 我看到 圓台啊 我有看到 我那個是改裝的 我沒仔細看 對對對 對 那是改裝 我知道就是把前面遮起來了對不對 因為 後面有遮陽的 前面沒遮陽的還是 喔OK 他就把這裡 這個是我自己裝的啦 了了了 你把這掰開 這個 就可以掛上去了 OK 就可以卡住前面一樣遮起來 了 他幾乎都有啦 他這車子做 但是我老婆買這台車 這麼貴的車子為什麼沒電動門 喔 因為 為什麼 因為他太重 他用會佔掉 因為他們這個強調機能性嘛 它會佔掉到很大的空間 喔了解 他現在備胎 以前是放在這裡 後來新的 我們那一款才改到後面去了 這個墊子這樣 是原廠附的塑膠 放在哪裡 喔就是 不會讓蚊子進來的 了解了解 他兩個蝴蝶窗都可以裝就對了 兩邊 OK 但是呢 因為這太暖 嗯 有些晚上睡覺你知道 比如說家外 嗯 安全性嘛 所以我後來就去訂過這個 金屬的 喔 這個是磁吸的 啊這個墊子是Ocean的墊子 嗯 因為他原版的墊子 比較薄是不是 對 我就跟他用這個 哇其實 我換了一萬塊兩萬塊 我換什麼就跟他換 啊這一個 這上下可以調 嗯 就調一格 調一個幹嘛 睡得比較癢 你假的在 我們通常都是這樣睡 對 對 啊你就這邊是稍微有點高度 那邊我有一個投影機 嗯 前面啊 我可以看電影 喔OK 假的在海邊 向外 我這邊假的放屏 看海 喔OK 超爽的 了解 這邊有燈嘛 嗯 所以這邊後面 大致上跟你講 我們進車內 我很快的跟你說 這是個上面的 打開嘛 嗯 啊你會有個空間 嗯 怕小孩子上去 安全為藍 他要上去要踩這個啊 喔你說這邊怕他掉下來對不對 喔因為我想說 喔 聊聊聊聊聊聊 送一個這個給你 喔OK 那這一個下面呢 喔他每個都有設計好的巧思 喔 設計的好好 喔OK 這是搖車邊障的嘛對不對 對 那我這邊當初有加裝一個這個 開關在這裡 喔 喔有個燈有個LED的燈 飛魚非常亮 OK 你這拉出來旁邊邊上一圍下來 下車拎刀啊 沒有人侵犯你 嗯 啊所以 我裡面為什麼說不用 不喜歡油煙味 我在裡面就只夠開水 喔 了了了了 冰箱有啦 開關在這裡 裡面有一個SENSOR 這是後來才裝的 OK 他是不是延長 好 這個啊 嗯 上去 嗯 轉個爪距到後去 嗯 然後再來出來這樣的時候 有一個這個 壓一下 我知道 哎唷 壓一下 喔 喔 你要調整高次 喔了解 這個是燈 好開一下好了 然後全開 然後這一個呢 有個抽屜嗎 Essert是開抽屜 嗯 這個是挪洞這一個 OK 翻下去就是床了嘛 然後最後尾巴再放那個墊子嘛 那這跟我們 我爸爸改的那個露營車都一樣的 拉起來 嗯 一樣嘛 後面這個稍微 要往後面 因為我老婆喜歡這樣 都喜歡擺這種墊子 本來就是這種生活就是要舒適嗎 我們大部分都自用 嗯 為什麼不做一套 嗯 我們就用了很多毯子 其實說真的 自己的東西才會愛護啦 看得出來你這是愛護的 這可以轉過來你知道嗎 我知道 兩邊都有旋轉嗎 還是只有架子 它可以全轉 這個只能轉一半對不對 我記得好像是這樣子 嗯沒錯 這個按下來 按下來 喔 這個可以這樣轉喔 喔 很特別 我以為是要抽起來 喔OK 按下去 它這個頭枕可以轉就對了 對對對 喔 料料料料料 不用不用去抽它 不用去抽它 放下來然後 放下來這樣 OK 這種原廠的就跟 改裝的 不一樣就是在這邊 它就是 很 很一體啦 就是整個都是 為了這個設計的 大哥我們要不要休息一下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的介紹 感謝你 還沒完還很多耶 我知道 我們慢慢來嘛 我不趕時間 沒事的 謝謝你願意這樣介紹給我們 不然我們回去要摸很久很久 我看到我以為說你賣有賣過 我這個車子真的量太少了 所以這車子行情很好 如果以正常折價來講 可能就有150-160 因為全規只有寫這樣子 但因為它現在新車也缺車 因為大部分都是 這個是我們的第二台 甚至第三台車 我相信 就是 這種東西 自用的它就會被維護得很好 你也不可能跑太遠 大概一個月吧 一個月 但是我們就會跑 人就這樣 你不跑遠就覺得好像不是肚焦 我們很喜歡南部 OK 我們很喜歡去墾丁 我也很喜歡露營的感覺 真的是很舒服 我們在海邊 墾丁那一支營區真棒 有一次在花蓮也是 但是那一天晚上剛好風很大 整夜就是要風浪 你要選那種什麼 東北角最好的時候就是 春天 溫度剛剛好 前一天風明浪靜 夜天也風明浪靜 早上起來 你聽到微微那種海 那樣打到石頭的聲音 超爽 喝個咖啡 抱著老婆 抱著老婆 真的很帥 那種感覺你覺得 要退 上面可以承載到200公斤 我知道這個車子的價值就是它有先頂帳啊 這是一般改裝改不出來的 完全改不出來的 你要改先頂那個 破壞結構 然後還要驗車都不會過 我不知道自用的它還有這些規範 因為 對因為 他把他列入這種 特種車 他把他列入這樣子 確實 我第一次買福士的車子 我沒有買過歐洲車 歐洲車我唯一有開過就沒有了 我真的覺得 福士 真的是德國工匠 就很多東西 他不華麗 但是他很紮實 很嚴謹 很嚴謹 就是 可以看得出來 你說日本人龜毛 我看德國人也差不多 大哥你跟我講一下先頂怎麼先好不好 差我不懂的就這個而已 我要不要幫你靠邊邊一點 他這個你說靠這邊 這邊比較好 好來 那我們把這個車邊這樣收起來 先放鬆就好了 先放鬆 他等收到大概剩下 60公分的時候再把他弄上去 OK 因為他就會頂住 這個可以先開 然後 這樣子嗎 你要先壓回來一點 OK 壓一下 OK了解 這個先把他往後 推是不是 推開來 然後那邊有扣環 扣環 對 要把他打開 切環 對 從下面開 有沒有 上面的扣這個把他拿下來 好了起來了 OK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兩個扣環打開也要怎樣做 扣環打開這個也是 他這邊就有寫 你要開這個時候門要打開 壓力的問題 你假如門不開 壓力會大於裡面 OK 你會很難推 所以你要開這個時候 車中 車門要打開 打開 比較好推 然後來 好 一二三 然後他就會上去了 OK 然後這邊就有拉鍊 喔這樣就上去了 對 然後這邊有燈 然後這邊有插孔 你可以插越讀燈 這邊也可以插越讀 他兩邊可以獨立控制 OK 都有這個開關 拿下來 這個要拿起來 然後把它扣過來 扣上去 然後前面他這裡有一個洞 那邊喔下面有一個洞 把這個扣 這個扣就擋住了 你好 好 桌子 他這裡有一個扣 壓下去 可以滑出來是不是 可以滑出來 然後呢 然後這裡 中間這還有一個 放小的 這轉過來 這兩個都可以轉嘛 這個可以轉45度 這個可以轉90度 對 好 不算100% 完全轉過來 對 然後這裡 一樣按下去 會比較好收 原廠給的這個我覺得 一點都不用 叫做的不用 掛在東鳥地方我幹嘛 對不對 所以叫你掛在那邊掛毛巾 兩根 一根在那邊 了解 喔這使用者真的很重要耶 這個 如果你沒有講的話 再加上沒有這個 不知道 怎麼使用呢 喔有了 這使用者寫得很清楚 它有污水箱也有清水箱對不對 對 污水箱在哪裡 在上面都看得到 喔OK 它上面有個中控嗎 都裝在下面 OK好 這個都還在 沒有用過水槽 沒有用過水槽 幾乎有用 就只有開箱的時候 喔 了了了 你說瓦斯爐嘛 喔OK 這瓦斯爐後面那個要裝起來才可以用對不對 OK 然後開關 它已經裝了 裝著是不是 開關在這裡 它下面還有一個開關 那邊要開 這邊也要開 這是下面 喔OK 它就是安全啦 兩斷 那邊顏頭開 這邊也要開 那這個冰箱 下面 滿深的 幾乎可以 當冷通用 所以下面比較冷 最下面最冷 對 好 了了了 它的好處就是這樣 每一個都有它的原廠的遮陽的 露營車的人 很少把 這個貼成很黑 喔OK 因為不需要嘛 我有這個就好啦 然後看風景 這裡面是衣櫃 這個按下去 預留都有掛的 東西就對了 這個 水箱 汙水箱的顯示 好下面是汙水箱 上面是水箱 流掉嘛 OK 這是流進來 OK 這是代表 它有兩個電子 OK 一個是for車子 啟動電子 一個是for露營用 OK 所以它有兩個單獨的 這是柴卵 喔它有柴卵喔 有啊 喔OK 你停車的狀態它要開 它是用你引擎的 用你有一箱的油啊 喔OK 非常棒 OK 柴卵非常有價值 非常有價值啊 這一般改不出來的 對啊 裡面冰箱的那個 Level 4 喔OK 你再按一次 亮了才不要給我開 這個會出現 喔後面那個冰箱是要 這個亮才會開喔 對它才不要給我開 喔OK 紅燈這都是Standby 喔OK 那你要關它也很簡單 就再多按一次就開 喔OK 但是這個IO是什麼意思 關什麼 喔這個變版的開關 對啦 了解 大概是這樣 這什麼 原廠給的 水屋 喔好 謝謝 謝謝了你今天介紹給我們這些面容 我有在你們那個 Oto Start 我看到 嗯 你上面有一台 啊我以為是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我們也都知道這些東西 只是說 真的要 花這個金額買 原廠的 這機率真的比較低啦 也捨不得花那麼多錢買那時候 所以我是買一個 標準的T5然後改的 我們談個價格 就是看 看到人嗎 穿著衣服不整齊啊 然後借個位置就好謝謝 我看一下資料然後 原則上是這樣子 車子都沒有問題 看你會不會割愛這樣子 這是我在加裝的東西 好 你等一下在這個看 契約裡面 你也會看得到 好 有在上面 是原廠訂的還是 額外加裝的 原廠啊 我都在原廠 好 這是原廠寫的 原廠的契約 合約是不是 我加裝了什麼 喔OK 好 跟大家跟妳講一下 最好是原廠增加的才有 價值 應該是這些 什麼PK118 這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這個定速那個 這是前面的那個緊急煞車 這是旁邊有沒有 亮燈的那一種 你加了一個ACC 這上面就有說明 OK 在這裡 定速巡航ACC 這本來都是Ocean才有的 所以你選了一個4WD 選一個ACC 對不對在這邊 對 原廠選片嘛 ACC嘛 天啊 加裝是加這個 這個還好 就主要就是這個 OK 那我還有一個什麼 原廠寶固 我有買 買了5年 到明年底 到12月還有1年9個月 這是第二把鑰匙 這是原廠寶固書 第5年 好第5年的寶固書 OK這資料都很齊全 沒有問題 那去原廠 還可以再加一點 這樣就好 那我只講好不好 這個車型其實當初 包含你所有的選費上來 金額是 244是不是 我們如果以240幾萬的車子 那2019 他其實已經 算4年車了 其實說真的 以200多萬車子算是非常非常保值的 有些加分的地方 有些減分的地方 我跟你分析一下 就是 因為 這個是2019的 那正常如果是 7月以後的 12月以後 他可能是2020的 我知道所以大家願意給那個Discount 對他給你的Discount比較多嘛 對所以你 剛剛跟我講說 你買的新車價是 240 我有點shock 正常來講他的新車價 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有一點點庫存車 我剛好在疫情爆發前一刻 買了 OK 所以他就有所謂庫存 下一年他就沒有了 你知道為什麼 其實一部分是疫情 對啊 一部分是缺車 大部分是缺車 其實這幾年有 已經很見的事情就是 你那時候買 車子多的時候 這種車子可能他願意給你230萬的折扣 就有些因素嘛 然後比如說年底又給更多 但現在因為沒有缺車 所以變成折扣變得很少 他的保值的原因是這樣來的 不然 不會說 再怎麼樣都不可能 像這樣2023跟2009 我們以 實際年份差4年嘛 4年的車子 不可能只差 如果我們以排價 244萬的話 對於買的消費者來講 他其實只有50萬的價差 可是多4個年份了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他就不會去從283上 283 他不會從那個角度去 OK現在的車子 可能他就會有車道居中 喔 他是說有新的功能 應該是這樣講 會買車的人 他也會依照你當時只有賣多少錢 然後來跟你 溢價嘛 講真的 因為他的這個折扣 我們已經把他拉到最低了 我們來的時候我們已經抱到最緊繃了 這個車子在銀行見價只有150萬 那也因為缺車 然後因為 露營車稀有性 我們已經等於是 就像勞力士一樣 他的牌價只有30萬 結果現在跟你35萬買的意思概念是這樣子 那你說 已經是這個價格再上去 基本上對於我們銷售是有很大的困難的 看到大哥你的東西 跟你的照顧程度 我想說 那我就 買到最頂的價格 那看你願不願意割愛 因為買賣都是這樣子 我們買這台車的價格 是 非常有誠意的 然後 對比於現在的狀況 跟 市場環境裡面 在我們的 交流之間 我其實感覺到 你對我們的信任 老婆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 OK啦 沒差那個 幾萬 好不好 那 劉先生我覺得他是一個 有援有手 還蠻熱血的 那個 那你們問他那個 你如果跟他買一個代鋪的車子的話呢 啊對啦 我想給我小女兒 代鋪小車子 你要買我們車子我都隨時歡迎 那到時候 我是說 沒有 因為他們都是有駕照 但是就 我是20幾年沒開的 OK 那 那你們的需求是什麼 這是重點 現在就是說有個小車 小車很多 妥占率好一點 不要里程數太高 保養大概 像那 浮屍這種等級就好了 不要搞的那種 浮屍很貴喔 其實浮屍保養算很貴 因為你這是新車 因為你開的不多 好像 好我只是講 因為這是為你著想 就是 如果是中古車 除非是你要新一點的車子 如果你要 浮屍的 有一點連線的話 他的保養費會比較貴 好啊你建議 因為我們庫存有130 50台 所以我不知道 你的需求點是什麼 先備車嗎 還是什麼 Toyota Toyota很好養啊 我也建議是買Toyota會比較好 我希望之後 不要那種 那種里程數很高 十萬四幾萬 那種 所以要新一點 幾年內 里程數 幾年內 我看有些 連 時間很久里程數也才 5 6萬公里 我有在你那個Auto Star看到 如果是要找 年份久 但里程數少的話 他就變成是 很稀有的商品 就要花一點時間 車子的疊價 老實講大部分還是跟年份 最大正相關 那里程數少 就變成是他很少使用嘛 很少使用的 車子會流出來市場的層面不多 我真的還是建議大哥你來現場看 因為我推薦給你是 我的主觀意識來介紹給你 或者是請想要買的人 自己去看 然後我們再給你一個好的優惠 我能做的就是 你賣車給我 然後再跟我買 我給你好的優惠 但另外一個面向還是 至少我們庫存夠多 我覺得你還是去選一個 適合你喜歡的 還是我可以先跟 或者是你可以先看網站 對網站 我跟某某特定人物先聯絡 可以啊我等一下給你一個 一個聯繫的業務的名譽 然後你可以看8891裡面的拍賣 因為上面就有照片 各個資訊 8891我總是覺得那個好雜亂 因為8891等於是 現在市售 大部分消費者都看的 你如果一般的車廠 他沒有在經營這些自媒體 或者是他自己的 網站的話 他還是得丟在上面去 等於是一個 台灣二手車的大數據 所以你認為我去那邊先得到一些基本的 基礎的 資料 你可以去上面看到我們的車 然後你甚至也可以做一些比較 這都沒有關係 對然後再問小孩說 這台車 你看了你喜歡 找出你喜歡的 我們再來看 比如他開過來或什麼之類 都好說 OK 那我要跟你要資料 然後我匯款給你 存責 然後我打個合約 現在公理數是5萬9 5萬4 那我要資會保險公司嗎 不用 要你要把你有權險對不對 你把它退掉那是你的權益 任何險都可以把它退 因為我們回去就過戶 那 就等於是 重複投保 那都是錢 這都是客戶的權益 大概幫我在賣方簽名跟留身分證指好 我把匯款的水單傳給你 然後 你查賬收到以後 我們大概1點到1點半回來簽車 好吧 好那你要幾點沒關係 不會 6點以前我們都可以做 6點6點 6點 可以可以 哪一把是主鑰匙 這把嗎 100鑰匙 兩個都是啊 因為你等一下還會用嘛 我們6點要跟你拿 對 你放心 到時候我們請小蘭保持聯絡 好的 這時候假如 我 在那邊有什麼需要 好 我懂你 好我會盯您好 好我知道 我答應你 好我知道我會把它做好 謝謝 應該的 應該的 在前面的過程裡面 這車主其實 把各個使用的過程 各個功能 其實他都分享的還不錯 你可以看得到 他在賣這台車子 很捨不得 非常捨不得 要不是 他的身體比較不好 不然我相信他是捨不得賣這台車子 在每個環節裡面 包含 他怎麼照顧這台車子的 很細心的使用的那個感受 很愛護他那個感受 是完完全全是讓我受得到 我來分享一下 Volkswagen的露營車 為什麼 他可以這麼保值 在前面的收購金額裡面 這台車子當初的定價是250幾萬 現在已經漲到280幾萬 這個客戶 他在這個合約上面可以看到 他有幾個加選的東西 我等一下給你看 這像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猜測他應該是這台車 本身就有 選配一些東西 然後呢 原本的客戶他不買了 因為選配的邏輯是這樣子 如果選配內容20萬 各個廠牌都是 賓士奧迪什麼 賓士奧迪都是 我就要付20萬加10萬的定金 30萬 當我 不要這台車的時候 我的這個配備的部分 可能就這個錢就沒辦法退 再另外一種呢 就是總代理給他的這個配合 因為露營車 期貨可居 就是這個車很好賣 所以呢 那時候被搶進來的時候 他有多這個選配 經銷商全吞了 為什麼呢 因為選配的金額他會定的比較高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選配金額寫了16萬 但其實 選配 的灌水幅度比較高 不一定會給你折購 但是他毛利系統裡面 其實大概還可以 做個6折7折之類的 他的定價是做的比較高一點 他加了16萬的配備 加了什麼 我們一起來看 你看到這個前面有個Sensor對不對 兩個面向 一個是台灣改的環境 那這種這麼大的車到4米9了 雖然這是短軸的 4米9的車長 車寬 都其實在市區開 巷弄走 停車 會有點不方便 所以他加裝這個環境其實是 很好用的 那這種環境台灣裝應該也要 兩三萬塊 這是跑不掉的 然後前面這個雷達就是他有 跟車系統 但跟車系統我們福斯怎麼看 我們福斯大部分就看這邊有一個車距的 就知道大概率有跟車 福斯好像是2020年才開始全系列有搭載 那你 18 19的時候都是要選配的 然後你的跟車門在全部關起來的時候 他這個是可以調整車距的 這第1點 第2點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全車的環境影像是蠻清晰的 那他的導車鏡頭被 往上抬了一點點我們等一下來把它裝回來 這個車子選配馬選 跟車選 後插鎖定 那我那時候就想為什麼一般人要 後插鎖定 所以應該是配備是 那時候來的時候就 這台車就擁有這些配備然後 他選這台車而已 那後插鎖定可以幹嘛 你如果是 常去露營的人就會發現 最好這種車要有四輪傳動 為什麼 因為露營地大部分都是在很偏遠 很小條的道路裡面 你有四輪傳動開真的比較好開爬坡也比較好爬 一般的車子我覺得需不需要四傳不太需要 但你露營車真的蠻需要四傳的 那除了四傳以外 他有這個後插鎖定機械鎖定的話 他在 各個地方脫困的能力又更強 他就可以 真的跑到 深山裡的深山 不過這用的人不多啦 他有多了後插鎖定 多了這個面向 這個前車組其實已經分享了很多 包含怎麼先頂 包含怎麼使用這個 車子的內容 他選了什麼你知道嗎 其實是後面的這一個 沖水的孔 包含這些淋浴設備 這是要選配的 而且選配的金額也要一兩萬塊 比較顯著的選配內容就這些東西 好像還有多一個就是前面的先頂對不對 你看那個口對不對 他這個口是可以打開的 包含上面那個方形也可以打開的 這個也要一兩萬塊 就選了這些內容 這種露營車 他有三個等級嘛 從標準的 Beach 到這個 Cost 再到Ocean 三個等級 那當然Ocean現在已經漲到350幾萬了 對於我們一般人而言要 擁有的可能性真的太低了 那 這個車子 三個等級裡面我會覺得 這個等級最值得買 為什麼最值得買 第一點 雖然三個都有先車頂帳 對不對 可是呢 只有這個等級 它是有做這些櫥櫃 中納的 功能 邊桌 瓦斯爐 水槽 助暖 這些東西擁有的價值 會比較平衡 你如果 買標準的Beach就是 後面什麼都沒有 上面可以先 給你一個可以打平的床而已 在那個質感跟那個擁有的CP值 沒有到那麼好 其實還有一些細節 Beach的 馬力是用150匹的 雖然它都是2.0才有 那如果是中階頂級的 它都到199匹 講實話吧必須是這麼款 它連HID都沒有 它連輪圈都會給你 是鐵圈 然後呢 要賣給你的價格 現在好像也要200多萬 230萬 就是 我會這麼覺得啦 當然350幾萬我也買不起 我也覺得太貴了 因為 350幾萬呢 那個就只有多什麼 上鮮的部分 這個車頂上鮮的部分 是改為電動的 不過 我自己來操作手動的部分 也不難弄 而 真的這種露營車跟我們改的 真的差蠻多的 特別是 你不管是 這樣子的乘坐模式 2加2 一定是兩個大人嘛 一對夫妻 我跟我老婆 帶我的 兒子跟女兒 小孩睡上面 然後大人睡下面 邊邊都可以打開 然後 你如果在這個地方是停到一個 面海的 或者是在深山裡面 他這個 整個 車頂上掀上去以後 那個開闊的感覺是 會比一般 沒有辦法上鮮來的 舒服很多很多的 這一集真的很謝謝這個客戶 他對於我們的信任 讓我們有機會 去買到這種露營車 然後再把這整個不管是收購 不管是 功能性的演示 或者是在這個後續 等級的分析裡面 可以分享給螢幕前的觀眾 那也因為 第一個是獨特性 第二個是 新車的定價一直漲價 第三個 他的供應量 其實很少 這三個 都滿足於 二手車保值的最大的內容 也才可以 讓這個車子 2019年 也就是說他是四年車 他的折舊幅度 其實 並不多 因為在這一個 等級 跟實用度跟他的 選對的配備 的內容裡面 對於他的中虎車架 都是很加分的 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跟分享 謝謝大家 捷運汽車號製的1000萬 除了我們右手邊的 賞車環境維修 跟車有關的以外呢 我們做了什麼 我們做了業界首創 我們 弄了一個卡丁車場 弄了一個餐廳 弄了一個親子環境 以及 電競模擬器 甚至 還有戶外的 咖啡廳 還有KTV 你要怎麼樣才可以享有這些設施呢 而且我們就在北投而已 從 騎岩捷運站過來 步行大概是8分鐘而已 我們平日 不管你使用任何的設施 3個小時 只要300塊的門票 假日只要500塊 這對比於外面的所有的 同樣的內容的 環境呢 基本上可能只要 三則 兩則的金額 在前方 有8台的卡丁車 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玩 只要是8歲以上 有父母陪同 那我們都可以讓你 來 體驗這個東西 你帶小孩來非常適合 不然你如果有更小的小朋友 這邊有個親子區域 你可以把小朋友丟在親子區域 然後呢自己跑來玩這個 電競賽車 這全部都是 P15的 GT7 然後有車架 有 方向盤 有7台模擬器 可以連線 我覺得以後一定會是 從 實體賽車變成是這種 模擬賽車 的轉換 就像現在 各個東西也都是 從實體 變到 虛擬 所以呢 我們每個禮拜二 禮拜六 不管是卡丁車 不管是電競賽車 晚上8點 都會準時 取戰比賽 那獎金 1000到3000不等 再來我們就去看我們 二樓的餐廳 二樓我們提供一個 開放式的日式餐廳 它裡面會有 日式料理有串燒 你看這個 料理都是 非常的精緻 而且價位非常非常的 實在 為什麼呢 像這一個套餐 每一個套餐只要兩三百塊而已 你只要消費滿350 你就可以免費使用親子區 這比你外面的親子餐廳 都 來的便宜更多 那這邊會是 提供一個 OREON的深啤酒 然後 這個其實 我們這餐點都 製作得很用心 然後也可以 點這個 串燒 來配啤酒 那除了餐廳以外呢 最後跟大家介紹 兩個環境 在我們白色玻璃屋裡面呢 就有一個 KTV室 那這個部分呢 是免費的 你只要來用餐 一個小時 消費超過1500 免費使用 那就只有這一間 那也是一個 讓我們這個 整個的 娛樂部 是 多樣化的 那最後 你如果有 狗狗的 有 小朋友的 然後呢 每天店都耗不完的 還有一個地方 在我們這一個 賞車區的二樓 有一個 結合室內跟室外的 公園 有沒有 把小孩 跟狗 丟進去 然後自己坐在外面 就不管他們了 然後還是可以照顧著他們 就是一個 放鬆的環境啦 一個室外區 室外用餐區 你可以把餐點拿過來 然後 陪他們一起玩耍 然後 如果有養狗的一定知道就是 可能有些餐廳 其實寵物是不太能去的 或者是 寵物需要散步嘛 需要有空間跑嘛 這都可以提供你一個 好的空間 那我們3月15號就開幕了 歡迎大家來我們捷運機車 不管是買車 不管是修車 不管是跟車有關的 甚至於 跟 那些 親子 歡樂有關的 都可以提供你 最棒的服務 在那邊 我們會在那邊 我們會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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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